我是張彥廷 目前在國立新華大學擔任榮譽講座教授 我是一位退役的同軍中將 我認為我們人類還有從許多方面要留意 第一個 我們人類要重視和平 因為和平唯不不一 何來也不一 目前的烏克蘭戰爭還要如何如何進行實施 在那邊大家撒謊 被看得出來 如果在戰地中大家可以從影像 從紀錄片或者從現場的轉播 我可以看得出來 暗木瘡影 遍離烽火 百倍代價 斷備殘養 人民生死流離 這麼多的難民在外 還有這些小孩子兒童因為戰火波及 小小的生命就無辜的結束 這種戰亂 那是不斷 像烏克蘭戰爭 往後的這種重建 百倍代價 狀態之下 還要有那麼多的時間 那麼多的金錢 財力 人力都要投注 是非常不簡單 戰爭的破壞是巨大的 是毀滅性的 尤其對心靈的這種殘害 可能一輩子的陰影都沒辦法抖去 所以我們人是不是要從多角度多遠化來思考 有很多事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 和平的方式來做警戒 對話 以一種辯論的方式 以一種以法的立場 來看怎麼樣去抽絲拖拳 找出最佳的交集跟最大的公約數 我認為人家要從這方面去做 其次我認為我們教育 教育要有什麼教育 教育什麼都是叫善良的 竟然是世界有名字 我們人跟人之間互相 人不能離心所謂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我為社會大眾的成就 我們怎麼樣去多付出 多服務 少收取 人是不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大家拿得少 貢獻得多 這世界是不是更和平 更友愛 那我們如果是貢獻得少 拿得多 大家都拿得多 因為資源的有限性 那我們更不夠 更不夠只有是真 只有政治到沙發 這種與我障 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這種大家會無所不用其極地 使用各種手段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社會不會活性 國際不會活性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從教育中著手 把每一個良心 把它時時情複使 讓它能夠建築社會 建築大圈 讓良心的營業 能夠鴻揚人性的光輝 我認為要從教育中 多方來切入來著手 不管從小學的教育 中學、高中、大學 或者推延到社會教育 成人教育 或者是小道 家庭的教育 不論我們都要從這一方面來著手 從教育著手 教育畢竟是百年數人大吉 是從誠意正行 修身起嫁 從這方面做出 我們每一個人 多一分善行 就少一分惡行 那這樣社會上更良善 這個有名義 動動的情意就會更深刻 我們要從這一方面來著手 第三我認為 我們生活盡量簡單化 因為地球的資源是隱形 我們的食衣住行 如果能夠達到簡單 也許我們會很幸福 複雜了負擔就多 也許就不幸福 人就是這一輩子 衝衝數十寒暑 生靈不滿百 能夠得百歲之身就非常不容易 那在樹枝寒暑之中 匆匆一撇就過去了 我們是不是這個欲望 也又不要那麼大 大家少一點欲望 少一點需求 少一點浪費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更多的共享 因為世界貢獻的人 人口總共78億 人口還在緩慢的增加之中 但是畢竟地球的資源 也是它的限度 它就是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只有從簡單 無數的生活來做起 少一點無法 少一點睡覺 少一些浪費 多一些節儉 多一些有效的運用 我們設資源是不是就有用 因為這個地球的資源的分配 幾乎平均 有很多的是以開發國家 也有的部分是開發的中國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有更多的非開發國家 或者正在開發國家 他們甚至有四千萬到五千萬 到現在為止吃不飽 還有更多的這些落後的國家 根本沒有充足的醫療 來照顧它的身體 那這個社會 這個世界的資源分配 是極度不平均 在這種極度不平均的狀態之下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揮人人之心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當我們強 當我們行有餘力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發揮一些小的動作 小的奉獻來幫助他們 那如果是我們連幫助都不要 那我們可不可以從節約上來著手 我們節約有剩餘的自由力 可以也就間接地 可以轉魔給他們 他們也就間接地受用 那是不是要從這一方面來做著手 這其實就是讓我們的欲望 能夠稍微降落 讓我們的生活更稍微簡單 我相信這個都是輕而易舉 並不複雜 要求也不為過 也不會很嚴苛的事情 我們平常不管從教育 從簡直的生活 從我們心靈的層面 從我們的善心 最後一個我認為要 是不是大家按照法來走 按照法律來走 社會就有準則 就有規律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準 大家都按照法來走 大家就不會 這個 查之毫禮 十字千禮 每個人按照鬼道來應行 社會上就會祥和 就怕大家有的會迂法 或在未知的地帶 所以酌取一些個人的私利 滿足個人的欲望 在這種狀況之下 社會之內有限性 就造成大家會彼此爭奪 甚至踏伐 在這種狀況 我們人類之內也會受限 也會受到影響 也會有一些負面的能量 產生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 從這一方面來著手 大家按照法來走 依法而行 依軌道而行 有規矩才能成方圓 有規矩 有了規虐 有這些行動的標準 跟規範 大家不會差太多 那社會就會更福氣 你尊敬我 我尊敬你 你幫助我 我幫助你 魚幫水 水幫幫魚 大家 相輔相成 相得益 這樣 這個社會也就更和諧 距離國際這種 有名字的 理想的境界 也就更靠近 神社會 有名字